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到现在一年半了 她从来没对我承诺过什么 我都26岁了 周围闺蜜该结婚都结婚了 该订婚都订婚了 我真的是耗不起了 可是我现在不是考虑这些原因啊 结婚 订婚 买房 小孩 这些计划 我一想到就很头疼 一直以来都是我喜欢她 比她喜欢我多 这样真的是她没有安全感了 朋友 客户都是需要陪她 跟她说她也不理解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需要一个对未来保障 但是她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鹏22岁来自江西个体 女嘉宾小曾26岁来自广东无业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 你好 主持人好 你22岁啊 对 你26岁啊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晚上交易软件认识的 聊了半个月左右觉得聊得挺难的 然后就见面了 然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感觉挺帅的 刚开始我有点喜欢她 然后觉得我妮妮比较她 她是不会喜欢我的 慢慢地她对我表白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现在什么矛盾啊 就是我今年26岁了 嘉宾也很着急 都在催婚 而她像小孩子一样 一直想着玩 你想跟她结婚 你想娶她吗 不是不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刚创业 刚开始创业跟朋友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结婚的年龄 我觉得应该再晚几年吧 等稳定一些再说吧 你觉得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呢 对 你这资料上面说你无业啊 是刚辞职正在找工作 还是什么意思 我是刚辞工两个月 就想去她那工作室工作 可是她一直在那里吹 你想去她那工作 所以你把工作辞了 你想看着她去 不是的 因为她一直对我搭不搭理的 所以我想要融入她的生活 而且她另外有两个合伙人 感觉很暧昧的 我很不放心 没有 其实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了 因为工作室是我跟朋友一起创办的 是服装原创工作室 我们在里面都有各自负责 自己的工作 有设计 有画质量有销售 她过来真的帮不到我 你都没让我去 怎么知道我帮不上你呢 你这样一直找借口 那我很不放心 不是 人家就不想让你去那儿吗 也不是不想 即使是我同意她去我那儿 倒是他们也说 工作室就太乱了 就不像工作的地方 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我觉得没问题 但实际上是不方便 所以说你这人就是肉乳乎乎的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你说同意你带人去啊 然后又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觉得不方便 你心里是真同意还是假同意啊 因为她身边有很多 别往人家身边推 刚才你反反复强调跟她谈恋爱是没有安全感的 对不对 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从哪些方面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呢 就是她身边很多很多女性朋友 而且我跟她走到街上她都盯着那些美女看 根本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因为我是做女装的 我跟她逛街的时候路过 我看到有女生她穿着比较好看 我就比较欣赏的那种 不会像她说的那样一直盯着别人看 我问你吧 你当初为什么喜欢她 当初我觉得她跟其他女生不同 不同在哪 因为她会对我含蓄问暖 其他女生就没那么照顾 你喜欢是她照顾你是吧 对 就其他的女生可能需要你照顾你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觉得她照顾得很好是吧 嗯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开心的 但是现在都变了 她每天都是约酒局的 每天都约酒局 对 带你去吗 没有 都没有带我去 不是什么事情都方便带你去 我有应酬 比如说我跟客户在聊事情 我带你去 去干嘛 到时候也不方便聊啊 更过问的是她都失踪三天了 她总是 她总是这样 干嘛去了 失踪三天 那是这样的就是 签成了一笔订单 然后就我跟几个朋友就说约好一起喝酒 我也不是失踪三天 我有跟她发过信息 我说我在外面有事情 她就回我个恩啊 然后晚上喝白天睡 连续三天都这样子 我指着她要喝酒 但不知道她在哪里 哦 那就让她喝去好了 她不是说她谈工作吗 她出门之前告诉您了吗 我有跟她说 只是她就很敏感 不管我出去是跟谁出去 她都很敏感 行 这事咱放过去 我再问你啊 你现在在哪儿生活呀 在深圳 你在哪儿啊 我也在深圳 都在深圳 你们俩准备在深圳生活 是这意思吗 我的想法就是 我们两个抽点前在深圳买房 就是说起码有个保障 这想法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她是想现在叫我结婚买房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个年纪 我觉得应该再晚一些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房不房的不重要 对吧 对 但是对你来说 房子很重要是吧 对 我想就是说 跟她尽快买房结婚 因为她江西了 到时候我都已经26岁 我也耗不及了 到时候她回江西了 那我 那我岂不是自己 连多时间都白花了 就是买房结婚 对 所以今天你是来逼婚的 是这意思吗 也差不多 行 她见过你们家人吗 没有 我跟她认识一年半了 想叫她去见 可是她老是找借口不见 不是不见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觉得等好一些再见 可这样我都26岁 我家人也着急啊 我耗不起了 我真的一想到要买房 要生小孩 真的我就头很疼 这一对啊 你跟她在一起平常开心吗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但这段时间我真的就很烦 总是一点小事情就一直烦着我 我可以从下午讲到凌晨 听着就真的就快爆炸的那种 就烦她了呗 是的意思吗 她烦我 你也烦她 你烦不烦她 我没有烦她 你没烦她 对 她烦你 她要嫁给你 你不烦她 你却不想娶她 是什么意思呀 不是不想娶啊 我想晚几年吧 好 问女生啊 晚几年娶你行吗 事情但是我要看有希望啊 我在身上现在是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走啊 因为感觉她对我 之前对我挺好的 我没听到她对你好啊 你自己说她又 你在的时候 她之前就会经常哄我啊 我最不开心的时候 她会弄我开心啊 所以我也放不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闹的 就不太好了 半年吧 半年前 是吧 对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她每天 都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 一起聚会啊 喝酒等等 就半年前她的聚会开始 增播是这意思吗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朋友 那些都是我在一起玩 她非常好的朋友啊 客户 只要我出去 她都是这样讲的 可是那些都是不顾正业的呀 而且你收入那么不稳定 每个月都为生活发愁 赚了一两万 每几天就花完了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有赚有赔啊 什么叫有赚有赔 而且你到月底的时候 都要为信用卡还债而筹 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乘饭吃 你们俩在一起 谁花谁的钱啊 她 她没 我花我自己的钱 她没钱的时候 老是到我家里来乘饭吃 不够钱用了还要找我要 她找你要了多少钱啊 前前后后 我也没有去计较这么多 好 行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我觉得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我好不起 我真的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 晚两年 你等多两年行不行 两年可以 但是我要看到希望啊 她怎么做 你就看到希望了 姑娘你说 就是 就是说跟以前一样推掉 那些不必要的聚会 你现在又嫌我真的少 又嫌我出去应酬多 那现在没办法 你必须要出去啊 就想让你多点时间陪我呀 你都不能 除了陪你之外 还有什么条件 她花钱很大手脚 我就想 就是我帮她成为我们以后打算 不可能 因为我在外面有很多应酬 倒是用钱也不方便 我听明白了 就女生说这样 男生说不可能 女生说那样 男生说不可能 女生说这样 男生说也不可能 最后女生说 你帮我劝劝她 让她娶了我吧 男生说不可能 然后男生说还两年行不行 女生说那我要看你的成效 你要看什么呀 你还没看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们看看怎么点醒那姑娘吧 来一起进丘比特问卷 小鹏你好 你好 老师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如果当时你认识的不是她 是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她也肯像她这样的照顾你 关心你 体贴你 你会不会和那个女生在一起 这个不好说 我替你说你会 因为你刚才回答我们的就是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她温柔体贴 会照顾人吗 所以你喜欢的并不是她 你喜欢的是她对你的照顾 我说的对吧 对 然后她呢 她看起来和你认识的那些女生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不一样 因为新鲜感 可是这种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 你现在这个二十二岁的状态 碰上了你对面这个二十六岁的女生 她一直在跟我强调 我今年已经二十六了 我已经二十六了 我要嫁人我要结婚我等不了了 姑娘我跟你讲 她一点都不想结婚 她不肯买房 不肯见你的家长 不肯往银行卡里存钱 我明确地告诉你 不是两年的事情 是她根本就不想娶你 你就再等她两年等你到二十八岁了 她也不会娶你 她会让你再等两年 如果她没有遇到那个她喜欢的女孩 明白 明白了 所以不能等了 及时止损 就到这里了 而且刚才我跟她的对话你听到了 她只是喜欢你对她的照顾 你从一个曾经对她很照顾的女人 变成了一个让她头疼的女人 用不了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再继续逼婚 明天你们俩就散了 明白了 生命当中有些人 是会陪我们终老的 但是有些人 只能陪伴我们 走过一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这还祝幸福呢 祝各自幸福吧 我觉得要想各自幸福的话 一定是要找到对的人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你觉得是对了 但是时间是可以验证最终的结果 一年半的时间可能在一年当中 头一年是对的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一个诉求说出来 你说我要结婚 我要买房 我要生小孩 一年之前你没有提出来 对吗 没有 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对错 其实她需要你的照顾 你也需要她的安慰 都是互相需要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在一年之后 近半年的时间出现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女孩过于的激进了 导致你过界了 你明知道她的收入并不稳定 反而你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来到她身边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直接介入到她的生活 以及工作当中去 可你恰恰忘了 她的那个工作氛围 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 即使她一个人说了算 她也不一定希望你来到她身边 成为合作伙伴 你先过界了 而且你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 是她现在不可能接受的 你并没有看清楚 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她为什么不带你去见她的父母 为什么能够消失几天 不怎么联系 因为她还是属于一个 自己需要一定的生活圈子 她还想过不结婚 没有限制的那种生活 而一旦你介入她的生活 她就不舒服 到最后她是抗拒 对不对 26岁并不大 什么时候做出决定 其实26岁并不晚 关键是说你要看清楚 不要纠结 如果是她不适合 你现在的诉求的话 说再见 男孩呢 做事果断一些 不要把自己应该承担 或面对的事情 推给他人 就比如说 合伙人的事情 不要去把责任 往别人方面去推 自己去面对问题解决它 你有的时候是怕伤害 有的时候是想逃避问题 但是都不可取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有时候可能不是伤害 而是放过 好吗 就这样 二位好啊 你们这恋爱谈的 真够累的 我觉得我看来 其实女生想嫁的人 也不是她 就她口口声说 我26岁了 我等不起了 我要结婚 那现在随便来一个说 能娶你的人 你不就嫁了吗 可是她不一样啊 她有哪儿不一样啊 所以你现在 对她的逼婚 可能放心方向 你现在对她的逼婚 无非就是想让她 多在意你一些 你觉得她 周围的环境不稳定 有你认为 可能会出现危险的 异性在身边 嗯 但是你想要让她 在意你的这个方式 用错了 不要逼太紧 你逼得太紧 你最后连她都没了 你跟谁结婚啊 而且我还想告诉你的 一点是什么呢 你如果把她放在 特别在意的位置 特别重要的位置 你不如用这样的时间 去提升你自己 当你自己变得更优秀了之后 她会返回来黏着你的 嗯 也不会在意 她身边那些 可能存在危险性的女生 就是那句话嘛 当你的心变小了 她在你心里的位置 站得大了 你的眼界就小了 嗯 当你的心大了 她在你的心里 站的位置小了 你的眼界也变大了 嗯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从她身上的关注度 挪开一下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We'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ught a killer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me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ime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hen you get bored to kill me iggered And there Still B jullie And I get Expanded Here cuz I was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I heard that You的時候 You though You don't know 还说我两年以后取吗 这就是态度 看明白了吧 行了 接下来咱们一起真情60秒 来自我加油 记住了 我目不合追悶 看明白了 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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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央一点 有 interfer弟 知道的! 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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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也想取得! 找不出! 来 请关门 来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好好好 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这边叫说了实话 这边叫听见了实话 我还真担心这女孩 听了实话还出来 别的女孩傻隆隆的 就跟其他有些女孩 那算了吧 我还在等她两年 那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没了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 因此我觉得 当我们了解真相之后 还必须学会接受这个真相 这才是生活